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日子新队来跟着起床 嗯 现在是7点钟 嗯 准备去洗漱 嗯 一会儿 7点半要去结合吃早餐 真的 你就当我不是现在的 嗯 好的 你咱们吃什么了 吃了一个鸡蛋 两个角度 那你是平时在吃素是吗 没有没有 我们那个在食堂这边可以有肉 但吃鱼在外面 因为我们也有饮食规定 现在那个肉不是特别安全 所以是有那个兴奋剂的那个简直 然后外面肉有的时候会有 那个食物之中那些那种 有物浮的那种可能 哦 对对对 就出去吃饭你就不吃牛羊猪 不可以吃 严格的 对 在自己家可以吗 自己家的话 我们到那个总局那边 专门特供的那个肉去买 哦 行 一旁那边见 我们正常是8点半的法处 我一般每天就提前15分 我们正常是8点半的法处 我们正常是8点半的法处 每天如果签拉或者放松做得好一点 就可以避免很多就是急性的这种事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就上来就练 练完就走没事 但现在就不行 现在就是练完有时候肌肉它会酸疼这种 如果你长时间我一积累的话就容易上来 小的时候 对 小的时候 哎 算了 我现在依然很年轻 哈哈哈哈 ok 差不多了 这个玩笑 玩快就好了 玩快就好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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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状态应该比之前好了很多吧 每天都要再练8个到9个小时 而且这8个9个小时 不是说练一会儿歇一会儿了 是一直在球台上 最主要是赛比较拿了冠军 对他的整个人的这个自信心 整个内心这种气 是比原来好很多 以一切的要求 都以奥运会的标准来去要求 有点吃不下 你觉得过多运动量那么大 我觉得还行吧 什么都有 比较全面 我一般下午训练的时候 我都会自己带点吃的 连到中间饿的时候 然后再少吃一碗 那比如说你出国打比赛的时候怎么吃 吃西餐 就有的时候不爱吃 但是为了比赛反正就硬吃 在你这些上午认的状态不需要 上午还可以 对 就是 因为近期都是在北京常规的这种训练 其实他的整个训练的量和节奏 其实还是一个失踪的过程 如果是封闭训练的话 会比现在的那个训练的时间会更长 所以会更辛苦 你有什么业余活动 没啥业余活动 我们特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